那我先看我這邊已經做到一些東西給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做了一個這個 OK 這是一隻不知道叫什麼蟲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樣動 那這種東西必須要用骨架 那骨架你可以看到中間這一根是骨架 外面這個是它的皮 那我們必須要把骨架跟皮綁在一起 才有辦法做類似毛毛蟲這種操控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為了要重新釋放我重新做一遍 好 我重來一遍 那我現在就先切到正視角 這樣子比較好 沒錯 現在我切到正視角 那我先把這一個地方一砍掉 我重新建一個 我加一個 加一個叫做Sylent的東西 這是像水管一樣的 那Sylent這個東西呢 我可以弄小一點 然後呢我可以拉長一點 好 問題是 我毛毛蟲我希望它躺著 OK 那 現在我先讓它立整 沒關係 綁完之後要躺再來躺 OK 好 現在呢 這個東西它的Render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樣 那如果燈光不夠亮 你可以做一下燈光之類的 好 再Render一下 就變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它的顏色不好 好 那就調一下顏色 好 再Render一下 就變這樣 OK 這通通都跟骨架無關 接下來我們要做真正的骨架 做骨架的時候請注意一點 就是我們以毛毛蟲而言的話 應該只要有一個骨架就夠 不需要兩個以上的骨架 好 那要做骨架一樣 就需要做A A的這裡 它有一個叫做Armature的東西 Armature這邊我先叫一個Single Bone 單一根骨頭 你會看到它多出了一根骨頭了 對不對 OK 好 那這根骨頭呢 你如果要讓它跟這一個一樣長 那你剛剛不是一根大到底 因為像人的話有很多骨頭 那貓貓蟲種軟體動物 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骨頭 不知道還是說它是軟骨 OK 那這個是生物學常識 我有點欠缺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進到 先選這個骨架 我進到它的編輯模式 我按CAP進編輯模式 或選這裡 Edit More的進編輯模式都可以 好 進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我現在誰選點 我選最上面這個點 我按E 它會延伸出另外一根骨頭 那我按Z的時候呢 它會 只允許在Z軟上面動 好 那我現在呢 第二根骨頭就點正到這裡 我再按E 再按Z 好 第三根骨頭到這裡 再按E 再按Z 好 第四根骨頭到這裡 再按E 再按Z 第五根骨頭到這裡 好 現在我做了一個有五根骨頭的骨架 好 那現在問題來喔 好 這樣子 我 東西會動嗎 來試試看 我進 這裡 Edit Mode的 Alture Mode 另外一個叫Post Mode 如果你選的是骨架的話 就會這個Post Mode 那我把這一個拿來動 欸 它沒有跟骨頭動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唉唷 啊 對 我好像回到上一個 欸 欸 我要 我要怎麼讓它 創 壓 挖掉了 剛剛做的好像廢掉 OK 重做一次 好 抱歉 不小心按錯鍵 欸 有了耶 那沒問題 好 所以 OK 現在只有 只有 只是不小心 OK 現在呢 它不會動 OK 好 所以呢 我們 要讓它 跟這一個綁起來 它才會動 那我要怎麼綁它呢 首先你要選這一個 選這一個外面的P 然後呢 再按Shift 選裡面的這個骨頭 選完之後呢 你要按Ctrl1 那這邊有一個自動射權重 就是Armature Default 就是骨架的變形 自動射權重 然後 當我這樣射上去之後 你會看到一件事啊 我這個骨架這樣動的時候 它整根動了 但是它中間不會動 那這顯然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我們希望做成有像毛毛蟲那樣 所以呢 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那所以我現在呢 先恢復一下 我按CtrlZ 好 把剛剛的那個取消 我現在在動 它不會動 好 這樣對 我不能夠直接綁上去 因為它的 它的細分 中間的結太少 我要把中間的結變多 所以我現在進入它 這一個水管的編輯模式 好 進入這個編輯模式 OK 我先把某個隱藏起來好了 這個骨頭 這個骨頭 你看 這個骨頭 骨頭 我先把它隱藏起來 這裡有一個眼睛 有沒有 他們全都有一個眼睛 我先把它隱藏掉 好 那它就沒有 看不到那根骨頭了 好 等一下 需要的時候再把它打開 又看得到 好 好 那這裡呢 我們要做一個編輯動作 讓它變成有很多節 所以我進入編輯模式之後 請注意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做 Roof Card 這個Slide 這個功能 這個是 循環切割 那我把它 選了循環切割之後 移到這邊來 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個粉紅色的出現 有點難看喔 粉紅色出現 這時候先不要急著點 你 滑動你的果輪 之後你會發現它變成 可以切很多筋 好 那我們就把它切這麼多筋 好 切好之後呢 OK 就按Enter 那就固定起來 就是這麼多筋 Enter之後再選一下 它會讓你移動 那我剛剛沒有移動 就直接選 那於是它切了這麼多筋 好 現在 這一個模型 才能夠 跟骨架綁在一起 才會效果比較好 那所以我現在把剛剛已經 眼睛拿掉的這個 再放回去 然後呢 一樣喔 我們現在回到這裡 附體模式 跟這個骨架 選起來 按那個Shift 選起來之後呢 按Ctrl P OK 一樣自動讓它設定權重 好 設定好之後 請看一下 我們這樣子 它就會動 OK 那它的綁定 看起來還算順 雖然還是有一點 不太完全令人滿意 你會覺得 它不夠細 那如果你切得更細的話 它就會夠細 所以 目前這樣看起來OK 那這樣你就可以操控 那你可以操控 可是這樣的操控有個問題 你只能夠一節一節的操控 你任何一節動的時候呢 你任何一節動的時候呢 其他的是 這裡 小心弄到 你任何一節動的時候呢 其他節是不會動的 那只有他的子帶會跟著動 他父親那一帶不會跟著動 OK 那這種呢 就是一般性的 最 算是 不是那麼方便 但是已經可以動的 那我們現在呢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來 加上一個 叫做反向關節 反向關節運動的東西 給各位看 這裡 有一個 骨頭和那個 鏈子 就是 它的 鎖鏈關係 這邊有一個叫 Inverse Canglement 就是 反向關節運動 我把它設起來 如果我不設長度的話呢 它就會 相當於是 反向關節的延伸出無限長 無限長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你如果抓著它按G OK 它就會變這樣子 好 那如果呢 我今天 不要設無限長 我要設 你可以看到 當我這一個 這樣怎麼來清楚 這樣才比較清楚 有沒有 這裡有一條線 如果我弄短 那就變短 如果我弄長 它變長 好 那這代表說 它的影響力範圍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這樣子 只設三節的話 它就只會 動到它自己 和上面兩節 總共三節的關係 所以它的 Chain Lens 三是這個意思 如果我設定四節的話 那就變成 它的 Chain Lens 就變四 OK 好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 設計出一個 像毛毛蟲一樣的動畫 OK 那當然你毛毛蟲做漂亮一點 做出來的動畫才會好看 好 OK 那同樣的這裡 你也可以 這一根 你也可以再設反加關節運動 那如果你操控的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最後一根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開始做個動畫了 那做個動畫 在這一個模式 這一種有關節的模式 最方便的是 就是使用錄影模式 什麼叫錄影模式呢 你把這一個 紅色的這一個 Automatic Keyframe Insertion or Objects 或自動加關鍵銀盒 把它按下去 這時候你會發現說 我任何的動作 任何的動作都會造成 這邊的變黃色 變黃色就是說它有插入一個一個 我再這樣子 然後呢 我再移動一下 代表它又插入了一個一個 然後呢 生死 它又插入了一個一個 再插入一個一個 這時候呢 我們得到一個 二十個影格的東西 這個二十個影格的東西呢 它基本上就 你應該 可以看得到它 但是我們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我們相機有沒有照到它 有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成像出來的結果 是這個樣子 那這就是一個有關節的動畫 好 這樣 應該OK 那當然你 這樣還不算是 最後的成品 我們如果要 讓它真的 動 那我現在 兩百五十個影格太多了 我就 好 二十個影格 就好 反正我跑到這個 相機的這邊 好 這個就是跑圖 那記得 你在跑圖之前 先設定一下 首先我們先存檔 先存檔 我把 我把 這邊先建立一個資料牆 叫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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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呢 我們 要做 影片 那我就讓它 輸出到那個 篷擺頂裡面 我們的東西 是放在 desk top 的 brand 的 ccc 底下的 篷擺頂 OK 所以我也讓影片 輸出在這裡 那 輸出的 結果 我們不要用DNG 我們這邊是 make的話 用 用 quick time 應該會是順 OK 那 quick time 好 這樣子 我們就開始讓它跑圖 那你就會看到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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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好完了之後呢 我們剛剛那個資料夾裡面 應該在桌面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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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 裡面的 風翻 你這個資料夾裡面 結果跑出一個 001到0020的 的 mov的這個檔 那你把它打開 那 播一下 OK 這就是剛剛我們 跑出來的結果 好 這樣應該 清楚 這種 動畫 該怎麼做 當然這一個辦理實在是太陽存在不過 應該足以示範到一些關鍵的地方 好 ok 那請各位 就去試試看出這種動畫 好 Rub card 你要進編輯模式才可以 選那個 柱子那一個 然後進編輯模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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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